哈囉大家好我是Gina 今天呢是一個非常非常興奮的開箱 就是從日本來的雜貨開箱 那我今天會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身後的這個超級巨大的箱子 這個牌子剛好它這上面不太清楚 我就拿我的明細單給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這個網站要特別的開箱給大家看呢 因為他們家有一個部門叫做貓部 沒錯他們家特地為貓咪開設了一個專門的頁面 而且在日本各大百貨公司阿地鐵阿 外面都有可能會碰到貓部的相關專門店 我們家有非常非常非常多 從貓部裡面搜刮來的商品 例如說你們之前很常看到的各種地貼 其實這個裡面有一個東西是我已經想好 要買很久很久的東西 但因為它價格算是比較高 所以我一直就是沒有買回來 裡面呢還有除了貓咪的東西以外 我還幫我朋友買了柴犬的雜貨 貓奴們可能就是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心你的荷包 這個網站其實它之前有閒信誤過我 但不要跟他們合作 但是後來它就不見了 所以我有一點小小的身份氣 所以我真的買了超級多東西 為什麼不找我合作呢 我已經在你們家買了上萬上萬塊的貓咪東西了 這個時候說不過去 我真的太興奮了 天啊我的媽啊 我自己看到的我真的 哎呦呀 超級 兒子生氣了 天啊天啊 真的太崩潰了 太崩潰了 我要一樣一樣跟你們分享 先讓你們看一下 這裡面有多豪華 我家的貓在黑白鑰 黑白鑰 黑白鑰 當當你們 其實我這次買的東西 說不多也不多 說不少也不少 但是都是很大型的商品 首先我要和你們 超級利益這個東西裡 它是貓咪的超巨型貝貝 我們家其實原本已經有這個系列的小款貝子 兩個還是三個顏色 然後這一次讓我看到了這麼大型的 真的是這一碼不可愛 給大家看看喔 看看它有多可愛 然後這個毛粒就是毛茸茸的 非常非常的舒服的毛粒 有貓頭在這裡唷 所以我如果是 這樣子的話 你們就可以看到我的貓頭了 它的貓頭在這裡 很大 非常的大 然後這裡有很可愛的手掌 肉掌 你們有看到嗎 這邊還有這個 待會再研究一下它是怎麼樣傳帶的好 再來就是這個 掌燈 這個箱子會這麼大 就是因為這個東西啦 這個是一個抱枕 沒錯看得出來它是一個抱枕吧 我一直遲遲不敢買這個抱枕的原因 是因為 我覺得它邊緣 這個貓咪佛置的地方 會有一點點讓貓咪變形 但經過了我眾多朋友的確認之後 他們都說是我想太多人 然後它很大吧 哇 我有一隻兩隻三隻四隻五隻貓咪 有吧還是有一點變形吧 你們看這個黑貓 然後它的臉變得比較這樣子 這樣子 你們興奮嗎 我真的太興奮太興奮了 非常可愛 喵 喔好可愛 這是屁斗吧 嗨大家好我是屁斗 我是屈屈 小胖貓屈屈 黑色的變形嗎 我就覺得它的臉很變形 然後我朋友都說不壞 睡覺嗎 好可愛喔 然後它的材質非常的舒服 是有點絨布的材質 超級好摸的 喔這晚上抱著睡覺一定超爽 大成功大成功 我原本就是很擔心這一款買回來會不 不喜歡還是說材質不好 很浪費錢之類的 太可愛了 耶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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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隻最可愛 這個 呃 這個是一個手袖套 然後你也可以把它當成綁頭髮的 這個呢它是 它是比如說我們 嗯 在洗碗的時候 穿長袖冬天的話 你就可以把手 把袖子捲起來 然後套在這裡 這樣你的袖子就不會滑落 然後另外它也可以拿來綁頭髮 這個它有同款的圈 也是在這裡可以買得到 它們家是正版第一個 賣這個東西的網站 超可愛的這個 但是它有一點脫線 不過不足以抵擋我對它的愛 這個東西我就是會 想要買很多個款式回來 雖然說我真的很少很少 使用這麼粗的髮圈綁頭髮 可是它真的好療癒 看起來太可愛了 它這裡就是有貓布 就是這個東西也是在貓布出產的 好 這個是單人的被套 但它沒有出雙人的 現在來摸摸看它的材質 目前摸起來觸感非常的好 不愧是那種很普通很普通的棉毛材質 是有一點點滑順 但是它還是比較屬於棉質的滑順感 總之摸起來是好摸的 很柔軟很柔軟 但是呢 這是人家的東西 為了不方便把它打開 我看有沒有比較小樣的 這個好了 給大家看枕頭套 你們就會瘋掉了 WOW 超可愛的嗎 看那你們偷看一下被套裡面的小柴犬 有沒有看到 超級萌的 你們跟我說說看這個 除了用可愛來形容還能 還能形容 怎麼形容它們呢 太可愛了吧 後面還有一隻 可愛吧 這裡總共會有四隻柴犬 然後加上枕頭上面的兩隻柴犬 一共會有六隻柴犬 將這個東西 有貓咪款的 我打算下次就買回來了吧 耶 大成功大成功 超級超級無敵可愛 抱歉 眼睛都閃閃發亮了我的媽 接下來是 這兩樣東西 看打開會先是誰 誰家的小寶貝咧 這個是 汽車的遮陽板 這是很普通的汽車遮陽板 你們知道的 就是那個東西 我看起來是採血滴 好我現在看不到螢幕 你們有看到嗎 可愛嗎 可愛嗎 可愛的話請留言告訴我 很可愛 哇 它在開車耶 崩潰 天啊 太開心了 這隻哈密斯 這哈密斯很久不見的 小蝸兵 哎呦呦呦呦呦 好胖我的肚子啊 喵 阿蝦 阿蝦 可愛喔 你要跳啦 你要跳 我給你去箱子裡面好不好 阿蝦去箱子裡面 噢 阿蝦你好軟喔 進去進去玩 阿蝦 每次只要是在這個房間行動 兒子就會跟我 那種MV這種方式對話 這個頻道 我現在有跟她說話 哈囉如果覺得很可愛 請 立刻留言告訴我才能可愛 可愛嗎 可愛嗎 超級可愛 那我再帶著這個睡覺就好了 天 而且這隻都是橘色的 我好想哭喔 Chicky Chicky Yuta 太可愛了 天啊我就是第一次開他們家的東西 開得這麼熱 這麼的開心 這麼的開心 請你們原諒我在鏡頭前面下個瘋子 因為他們 太 可愛了 神之崩潰 這個真的好可愛喔 這完全是我最喜歡的 手繪的畫風 而且呢我其實這個人對於貓咪的圖 非常非常的挑剔 這個真的太可愛了 不要如果累了我 我不知道怎麼結尾了 那就是請大家 好的 那我們的那個那個開箱就到這邊結束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超級敗家開箱 那我現在出去安撲我們家的兒子了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這支影片按個讚 也不要忘記持續的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好這個東西應該就是這麼佩戴的 是的 但是應該沒有人會把帽子戴起來吧 喔說不定有人會把帽子戴起來 太熱了太熱了 現在這個天氣 掰掰